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2012年开始举办峰会 过去6年一直都有中国总理李克强主持 中国将主办2020年4月的中东欧引渡峰会 也就是第9次中国与17个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的17加1峰会 首次举行是在2012年 除了第一届峰会 李克强已经主持召开了此前所有的该会晤会议 小显示对香港南华早报说 在其他不变的情况下 这场峰会的开幕会议改变了8年 一直由中国总理主持的惯例 将由习近平代替李克强主持 习近平届时还将发表主题演讲 多名外交官对南华早报确认 给17个中东欧国家元首的请柬 署名军委习近平 小显示解释称 这是因为面对中美对抗关系日益增长 北京在与欧洲关系的权重上加大了砝码 对于主持人的变化 其中一名小显示解释说 情况不同 惯例跟着变 香港南华早报2019年11月5日消息曾说 中国与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 当天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举办的论坛上表示 欧洲企业和领导人越来越担心 北京和布鲁塞尔之间的投资协议缺乏进展 伍德克抱怨称 刘鹤原计划2019年9月访问布鲁塞尔 同欧盟领导人会晤 但是这次访问最后被取消了 不仅是对2020年与欧洲重要会晤的安排 2019年12月24日在中国成都召开的中日韩领导人会晤上 李克强代表中方出席 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韩国总统文在寅 分别在此前一天的23日抵达北京 同习近平举行了会晤 中共当局曾于2015年提出于2020年实现全民脱贫 目前到了脱贫年 各地政府纷纷出招 表示要完成今年的脱贫任务 甚至不惜制造悲剧以达到造假的目的 舆论认为中共当局只是数字脱贫而已 中国政府曾于2015年提出 2020年实现全民脱贫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时承诺 到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他决议把这个庞大的计划 作为他的政治遗产展示给世人 当时中国的贫困人群超过4300万 近期各地政府纷纷表示 要完成今年的脱贫任务 舆认认为中国政府只是数字脱贫而已 2019年的最后一天 湖南省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 发出了一份关于严格执行 2020年贫困人口脱贫收入标准的通知 称省委省政府明确 2020年我省贫困人口脱贫收入标准为 年人均纯收入4000元 请你们及时通知 所辖县市区严格执行此标准 认真做好2020年贫困退出工作 确保脱真贫 真脱贫 脱贫结果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 以上只是在中共宣称的 2020年全民脱贫计划 下地方政府的一个画面 事实上脱贫已经成为各地的一项政治任务 也是中共官员晋升的重要参考指标 因此在部分地区出现强制农民脱贫的现象 据新京报11月20日报道 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茶卫村一村民 应拒绝签字脱贫被村委会通报 据通报内容显示 该村民年人均纯收入为5811.76元 经村委会会议研判 该村民达到脱贫标准 但当干部通知其前往村委会签字认可时 该村民却自称什么都没有得到 并拒绝脱贫 纽约大学法学院下属一家名为 Just Security的机构 1月2日发表的报告显示 国防部和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官员 未删减的邮件证明 冻结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命令 直接来自于总统川普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 就此事发表意见称 新披露的文件证明 民主党人有理由在参议院 举行一场全面的审判 来决定川普总统是否应该被免职 专注于报道和分析 国家安全法律和政策网站的 Just Security公布的文件中 有一封8月30日的电子邮件 发现人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 国家安全项目副主任迈克尔达菲 收件人士五角大楼代理审记长 伊莱恩·麦卡斯克 达菲在那封电子邮件中写道 来自总统的明确指示 要继续保持 据Just Security称 这封电子邮件直到现在 才以未删改过的形式提供 而且这份文件 没有作为弹劾调查的证据 交给众议院 在去年8月30日 麦克尔达菲发出这封电子邮件的同一天 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 和国务卿麦克·蓬佩奥 与川普会面 讨论了已经实施了大约两个月的 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冻结 Just Security公布的 其他电子邮件显示 麦卡斯克最初在7月25日 提出对冻结 对乌军事援助的合法性的担忧 就在同一天 川普与乌总统泽伦斯基通了电话 而这番通话是引发弹劾调查的关键 国防部向行政管理和预算局 发出了警告 提醒他们暂停对乌援助 可能不合法 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 对CNN表示 我们一直对停止向乌克兰 提供军事援助的后果感到担忧 据CNN报道 这些文件包括国防部 预算及管理办公室 上个月根据法庭命令公布的 工作人员电子邮件网来记录 都证实了 在执行川普不明原因的 暂缓援助命令时 上述两个机构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张 香港知名作词人林希 因力挺反送中 反极权运动 逾三千首填词歌曲 去年11月份遭到大陆多个音乐平台下架 但是刚刚举行的上海东方卫视的跨年晚会上 其经典歌曲《我》被大陆艺人演唱时 竟然歌词栏上显示的是一名两字 引发了微博大V毒蛇猎文炮轰 这是原段跨年演唱会电视直播的国词 日前东方卫视播出的梦源东方2020东方卫视跨年盛典 中国艺人王凯选唱张国荣经典歌曲《我》 该曲目由林希填词 但节目播出时 歌曲资料作词人一览变成了一名 网友随机留言炮轰有关做法 直斥真是不要脸 想封杀又要唱人家的歌 不要那么没骨气吧 有本事就立法只唱爱党歌曲吧 一直不畏政治表态的林希 曾多次撰文声援反送中运动 去年11月 林希到台北出席 称香港要自由音乐会 她在讲述香港局势时几度洒泪 她向台湾歌迷介绍 在香港喊香港加油四个字 戴口罩 穿黑衣 甚至买个鸡蛋 都会被香港警方认为有罪 表示现在的香港不是所谓的一国两制 最多只剩下一国一点五制 她直指被中共挟持的港府破坏法制 林希的歌曲和言论 无疑刺痛了中共的敏感神经 随后其3000首填词作品遭到大陆封锁 网传一张抵制下架林希作品的网络截图上写着 已接到通知下架所有作品 包括此作品 不得提及此人 接着在QQ音乐 虾米音乐等大陆多个音乐平台的搜寻栏目 输入林希的名字均出现 没有搜寻到相关歌曲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前常委 呼和浩特市委前书记云光中 日前因涉嫌受贿罪被逮捕 有爆料称 云光中与2014年落马的前内蒙古区委副书记潘一阳 原本军事前政治局常委吴关正的亲信 潘一阳为或侵判不但大报无家腐败 并牵扯出了云光中 中共官媒日前通报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前常委 呼和浩特市委前书记云光中 因涉嫌受贿罪被逮捕 云光中6月11日被调查 12月1日被双开 并立案审查 通报称云光中对抗审查 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收受礼金 大肆收钱敛财 大搞全色 全色交易 在企业经营活动 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 利用职务便利 为他人牟利 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等 云光中曾任内蒙古自治区 满洲里市委副书记 书记 市长 呼伦贝尔市常委 俄多斯市委书副书记 书记 市长 2014年1月起 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 当组成员 呼和浩特市委书记 自治区常委 有爆料称 云光中与2014年落马的 前内蒙古区委副主席 潘奕阳 原本军事前政治局常委 吴关正的亲信 潘奕阳被查出后 爆出云光中悄悄向吴家输送 巨大利益 试图谋求自救 据内部人士称 当时有关部门 一直没有动云光中 是因为当时反腐局面的需要 当局现在开始拔草除根 云光中因此被抓下 据内部人士说 云光中被查前 与吴家相关的利益集团 其实早已听到风声 纷纷设法从内蒙资源大饼上 凑身而退 而即使那些自认高明 退得干净的 还是慌乱之中 退得太有痕迹的 都已经入瓮 澳大利亚东南海岸的森林大火 仍在肆虐 据英国《每日邮报》2日报道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 当天访问其中一个 受灾严重的小镇时 却遭到冷遇 一名当地的居民 拒绝和他握手 还有人叫他滚开 报道出来后 引起了华人网民的热议 有网民称 来中国当领导吧 看谁还敢甩脸子 《每日邮报》介绍 当地时间2日 莫里森抵达位于 新南沃尔士州南海岸的 科巴哥 这里是此次森林大火中 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一段视频显示 莫里森此行 却非常的不顺利 《每日邮报》注意到 一位当地居民拒绝 和莫里森握手 并表示 如果你给我们农村消防局 更多的资金 我才会给你握手 这么多人失去了家园 他哽咽着说 不过莫里森 还是牵起了这位居民的手 自己握了我 画面显示 另一名女子 也向莫里森表示的愤怒 你控制着资金 我们被遗忘了 还有人说走吧滚开 据报道 在抵达科巴哥不久后 莫里森就返回了他的车 《每日邮报》称 他看起来有点沮丧 上月22日 莫里森曾召开新闻发布会 为自己近日不顾山火 正在澳大利亚肆虐的紧急情况 带家人出国度假一事道歉 他称 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行为 在澳引起了极大的焦虑 如果知道事情会这样 自己当初一定会做不一样的决定 不过莫里森不接受 对其政府应对气候变化不利的批评 称山火不是气候变化引起的 有关政策不会改变 本月2日 莫里森承诺 联邦政府将为受灾各州 提供一切所需援助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